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基地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49万多美金的湖景房 这套房子有高挑厅,然后整体的户型还是不错的 一楼两个卧室,二楼两个卧室,还有放映厅,还有活动室 各种各样的空间感的展示是很不错的 而且还有湖景,报价49万多美金确实不太贵 但是它的装修升级确实不是很好 比如我后面你看原木色的橱柜 再加上没有升级过的大理石台面 比较便宜的地板,客厅还是地毯呢 这一点都是它这个房子的缺点 可是呢,它的户型啊,位置啊 包括湖景的景观啊,都是它的比较好的优点 在这些缺点的衬托下,它的报价不是很高 只有49万多美金,不到50万美金的湖景房 因为位于北KT,地理位置,离亚洲超市啊什么的都很近 那现在北KT的房子也是水涨船高的报价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性价比不错 当然了,装修升级如果你不是那么介意的话 如果您对这样的价,性价比好的湖景房感兴趣 就请看下去吧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是一个湖景房 它是一个新房,周围的邻居全部都已经盖好了 那这个房子是一个县房 这个房子本来是卖出去的 现在它回市了 因为另外一个买家的贷款是失败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县房现在在市场上 你看周围全都是盖好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就是这样 我们进来看一下它的户型 这个房子报价不太到50万美金 它是有湖景的,是在北KT 这个地方的学区其实不是南KT那么好 但是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们现在就这样看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户型 一进来之后它的客厅不是高调的 但它的厨房和主餐厅都是高调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边是主餐厅的位置 然后这边才是客厅的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地毯 我觉得好像还是地板什么的好一点 然后窗户外面就是湖景 可是它这个窗户的面积不太大 是这样子的 现在50万以内的湖景房特别少 所以显得这个房子还是很实惠的 这边是一个书房 然后再往里走 这边是一个比较小的卧室 然后卧室门口是有一个 哪个洗手间的洗手间带窗户 是这么一个构造 我们再往里就可以看得到 非常大的厨房 主餐厅 然后往里是主卧 这个门是去院子的门 然后主卧在这边 这就是主卧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整体的面积相对小一点 所以整体的感觉上面积小一点 然后外面是一个湖景 一楼两个卧室 然后它的洗手间 这个房子升级不太多 你看瓷砖是比较小的瓷砖 然后橱柜是最基础的橱柜 然后这些升级确实是不太多 如果它升级的漂亮一点就好了 然后呢它这边是它的洗手间 但是这个洗手间 是带窗户的马桶件 旁边是衣帽间 衣帽间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这样子的一个构造 优点 价格便宜 缺点 那个客厅这边还是地毯 升级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位置住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去亚洲城什么都挺近的 让我们现在去二楼看看 这个周围的这个木头的木纹 就会觉得这房子好像感觉不是很新 但是它是个新房 这种原木色可能是有点显旧 然后这边是一个活动室 里面是放映厅 但是放映厅带着窗户 所以这个房 做一个房间一点问题都没有 并且是很大的房间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这儿一个房间 这是卧室的位置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房间 这也是另外一个卧室 楼上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样子设计 这个洗手间也带窗户 二楼的结构构造 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一楼还是个地毯 让我觉得有点失望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价格低呀 49万多不到50万 那这个价格 确实是相当的诱人 又是一个湖景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那个湖景是什么样的感觉 出来了 这边是一个pediu 然后再看出来是这样子 整个湖景的景观还是很好的 房子的景观 湖面也够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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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